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郡县制也 为之封剑制也 其时行封剑 与其说尊奉王道 勿宁说别无选择也 是故 不足为根古不变之依据 其二 周行诸侯制 前后所封王族与功臣千八百余国可谓众封剑矣 然则 周五王尸骨未寒 周氏祸乱大声 发难者恰是王族管菜诸侯 如此封剑 谈何拱卫天子 谈何拱卫王室 周幽王好惊之乱 王族大诸侯尽鲁齐皆不敢救 若非老秦人弃至恩怨 千里秦王浴血奋战 何有洛阳周氏之言续哉 更不说 诸侯相互如仇仇 相互攻伐而不能禁止 以临为赫而践踏民生 凡此等等 封剑诸侯岂非天下祸根灾 李斯一番话痛切肃杀 所言又无不是诸侯制要害 群臣神色又是一变 人非圣贤 事无万全 因为如此苛责圣王 夫妇合言 王婉不屑地冷漠一笑 坐回了文臣首座 板着脸一句话不说了 臣 博士报白令之 敢请诸王子之见 博士习突兀一声 博士们一片呼应 臣等敢请诸王子奏对 大臣们似觉唐突 又似乎对博士们此等颇具离间意味的动意 大有怀疑 举变无一人负义 王子们则坠坠不安地望着地座 纷纷低下了头去 皇帝说话了 忍说者便说 无需顾忌 儿臣扶苏有揍 嬴挺的皇长子一站起来 群臣眼睛立即亮了 只见扶苏向帝做义工 肃然正色道 儿臣以为 大秦一统华夏 皆由将士鲜血而来 礼当推行郡县 由国家统一致民 使民无私政之苦 扶苏纵为皇子 若求封国而行私政 国法安在 好 温武两大区 皆有人高声拍案赞叹 胡亥有揍 一声清亮稚嫩的铜音 陡然荡开 群臣大为惊讶 后排臣子们纷纷站起 向前打凉 皇帝不禁笑了 你小子也敢有揍 好 有胆色 说 皇帝话音落点 一个同志话音 在大殿中 轻量地飞旋起来 不害身为皇子 不求一己之力 唯愿天下大志 不害不做封国诸侯 只做大秦良臣 财 举殿无分正见 爆发出一阵轰然笑声 皇子同志 清严 不足论长策 宝白令之 昂昂然喊了一声 大臣们颇绝滑稽 又是一阵哄笑 正在此时 东区武臣席中 王奔站了起来 臣等 有揍 一句话落点 大殿立即肃静下来 谁都知道 如此重大的义政 拥有最高爵位的几位武臣 至今 还没有人说话 臣通武侯王奔 得武城侯王俭 九元侯蒙田 隆兮侯李信之托 带奏皇帝陛下 华夏边地之志 若阴山 若隆兮 若辽东 若南海 由须郡县一致 若行封建 华夏必是万里屏障也 周氏之王 王在诸侯 诸侯之患 动乱之源也 大秦 大秦 不行封建 动乱将大为减少 纵然六国旧士族 图谋复辟 亦不致 裹挟民众 其实 复辟士族 孤立天下 我大秦六十万铁军 何惧之有 此 臣等之奏对也 皇帝陛下明察 王奔的话语 一如既往的平时 没有一句激昂之词 确实已经渐渐 闷热起来的大殿 如秋风扫过 顿见一片肃杀气息 大臣们顿时平静了 没有人想说话了 只有博士们惊愕地相互顾盼着 似乎不明白 这个有黑粗壮的蛮食将军 何以竟能有如此威慑力 各方大要清楚 老臣 敢请陛下决断 王丸以为不需要再争了 敢请陛下决断 举遍一声 皇帝拍案 好 旬日之内 朕以诏书说话 散朝 这一夜 皇帝书房的灯火 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当李斯与一般突击立员 登车驶出皇城时 谁都没有力气说话了 三日后 李斯醒来 皇帝的诏书已经搬行了 当府城将诏书恭敬地送进书房 为主官铿锵送毒时 李斯的泪水打湿了衣巾 使皇帝立行郡县制诏书 使皇帝诏曰 朕曾下议国之治事 封建说与郡县说对治南下 朕会同相关大臣复义 亦再度查看天下大事 亦决推行郡县制 自今之后 天下立行郡县 封建诸侯不复存烟 所以行郡县者 朕执三事 其一 治事也 战国之事 七国皆数千里也 若行分封 皆可作数十成百邦国 然则 七国无依封建诸侯 无依步行郡县 何也 分治则弱 一治则强 分治则亡 一治则兴 近为春秋大国 封建诗族而 封建诗族而 瓜分为三 将其春秋大国 封建诗族而 有田氏代祺 处为五千里大国 封地分治而 国力难聚 终为我所灭 凡此等等 皆为图治之事也 人云 不行封建 无以防田长六青之乱 朕云 我不行封建 何来田长六青 故 俊献治者 天下图治 实事也 其二 民事也 封建之众 其国必小 国小而欲争强 必中 前手赋税 其时 国府法令难行 必至 生民涂炭 前手起 而群道生 其国 必起 动荡 终将酿成 天下乱源 郡县一治 则国 必大 国大 则 缓急可计 赋税 遥溢 可因时 因地 而行 民 得 安 也 故 行封建 以治 则民乱 行 郡县 以治 则民安 何去 何从 治 民 焉 其三 国事也 三代 中国 皆行封建 天下 分治 久矣 诸侯 多不以天下为念 唯以私治为念 图谋 与国府 疏离 如此者 三代 中国诸侯 法令 一治 一治 田仇 一母 文字 一行 言语 一声 前臂 一智 车行 一轨 度量 横 一法 华夏 也以 列土 列民 以 为其诸事 皆议 天下 共苦 战斗 不休 今 天下 出定 再行 封建 又赴 立国 何益于 再 树 兵 也 若逆 是行之 则华夏 必 列土 万千 国力 弥散 终将 为 一敌 匈奴 所吞灭 也 除 领南海 而行封建 至今日南海 百月 即不知 华夏 为何物也 故 上将军 王俭 有言 若行封建 诸侯 则中国 无南海 也 承载 思 言 若不能 凝聚 华夏 诸族 使我中国文明 立足万事 秦 一天下 何 有灾 为此 三事 朕今 决断 义正 之争 自今 废除 封建 分天下 为 三十六郡 律法 一体 官制 一体 治权 急于国府 决于皇帝 上下 统一 政令 居国 如毕 实旨 如此 治权 不出 多门 私欲 不治 成灾 天下 治大 之德也 使皇帝 元年下 府城 禀报说 皇帝 诏书 已经 搬行 天下 咸阳 四门 也都依着 传统 张卦了 咸阳 城 万人 空巷 都挤到城门 看皇帝 诏书 去了 李斯 犹然 生出 赶奋之心 当即 下令 备车 赶赴 咸阳 南门 郡县 志 倾注着 李斯 心血 一朝 成行 李斯 实在是 感慨 万端 将到南门 人海 汪洋 传动 摇车 根本 无法行走 李斯 只好下车 走进了一家 老秦人 酒寺 想听听 人们 如何 说法 不想 酒寺 空空荡荡 只有两个 逝者 在忙着 向钱贵 搬运 酒坛 李斯 笑道 如此冷清 还是酒寺吗 一个逝者头也没抬高声道 先生知道肾哪 你且等着 不消半个时辰 我家酒便不够卖了 正在此时 一个老人 风风火火大步走近 连连嚷道 快快快 快拿布笔 血 逝者问 电动 血肾 老人性冲冲道 血下三十六郡 挂在墙上 一会儿人多了 都要撑着说 难免有人记不住 快去拿 一个逝者 快步拿来了笔墨 与一方白布 老人提起大笔 正要写 又道 哎呀 不行不行 我记得不全 快去 请个先生来 旁边李斯 笑道 我写 正玩酒喝 如何呀 老人大喜过望 哎呀呀 莫说一碗酒 一坛酒 送先生 老夫说 先生写 请 李斯一笑 大步走到案前 提起笔 一个个写了下去 老人高声念得两个 自家便忘记了 李斯完全不待他说 陛下流淌出 一排排大字 老人索性跟着 高声念送起来 内史郡 三川郡 河东郡 南阳郡 南郡 九江郡 张郡 快击郡 颖川郡 荡郡 自水郡 薛郡 东郡 狼牙郡 齐郡 上古郡 渝阳郡 右北平郡 辽西郡 辽东郡 戴郡 巨鹿郡 邯郡郡 上党郡 太原郡 云中郡 九原郡 燕门郡 上郡 龙西郡 北地郡 汉中郡 八郡 蜀郡 乾中郡 长沙郡 才 李斯写郡期间 人群已经渐渐聚拢在殿堂围观 李斯落笔 人群爆发出一阵轰然喝彩声 李斯割下大笔向众人一拱手高声道 木下三十六郡为初分 天下大安之计 或将增设新郡 父老们 拭目以待 话音落点 一阵万岁声大作 李斯顿时被种种询问淹没了 正在李斯玉在九四痛饮之时 府城匆匆赶来说 皇帝紧急召见 往晚的辞官书送进王城时 嬴政堪堪用霸武善 辞官书不长 理由也只有几句 年高历衰 领事无力 见识迟目 无以与皇帝同步 就是论事 王丸所言都是实情 论年岁 王丸已经年近七旬 经年在丞相府 没日没夜连轴转 精神体魄已大不如前了 论政见 王丸立主封建制 也确实与嬴政的绝世轴心 难以同心协力 为其如此 王丸确实该让出 领政丞相的位置了 还在灭齐之前 嬴政已经私谋好了 王丸的归宿 晋绝一级 加十亿千户 以彻侯之身 兼领博士学功 整治天下典籍 以为治国建界 君上 丞相府呈来 郡守宪令 拟认输 蒙义匆匆禀报 嬴政思绪 默然折回 转身之际 问了一句 国政监 复议没有 呃 国政监 已经跟来 严丞相府拟定 派任官员中 有二十余位博士 不宜派任 郡守宪令 啊 二十余博士 正是 臣已数过 二十三人 啊 丞相 可有亲笔赋言 有 两句话 郡县 未必进 法家之事 博士 未必 进 王道之人 哦 太任博士忠 你能记得几个 呃 周清晨 呃 书孙通 淳于月 报白令之 猴声 炉声 周清晨 博士仆社 也做俊首 正是 臣 没有记错 哦 老丞相 也 迎正 一声叹息 断然 一挥手 极宣 李斯 进攻 蒙毅匆匆去了 迎正 回到书房 立即吩咐 专掌图级的书房内饰 张挂起 李斯主持绘制的天下 郡县图 拿着丞相符拟定的 郡守县令名册 站在了地图前 看一个 往地图上写一个 行将写完三十六郡 李斯 匆匆来了 迎正 没有说话 只顾写着最后 几个郡守 李斯 也没有说话 只宁神 端详着图板上的 一个个名字 平位 以为如何 迎正 割下了大笔 恕臣直言 如此派任 天下 大乱也 此乃朕 亲自临选 平位 平位 不以为然 臣 巨石 平叛 无论是否 陛下 亲选 平位 平叛 一句 何在 臣 起 陛下 李斯 李斯 全然 依着 新的 点 责 礼仪 说话 平静 如水中 显出 另一番 凝重 好 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